她是我女朋友 那案發當晚 為什麼你會去酒店房找Nam小姐? 我收到我朋友Jay的電話 她跟我說 我女朋友和我男生在酒吧喝酒 整晚找得很親密 所以我想去房間看看究竟發生什麼事 那你去酒店房, 看到什麼? 當我準備用房間開門的時候 門自理打開了 我看到被告走出來 但是她一看到我, 就很急地走了 你見到被告的時候, 她的神情是怎樣? 神情有點慌張, 會被我眼神 還有一些衣服不整 當時你有什麼反應? 我馬上走到房間看看 我看到我女朋友, 穿衣服 坐在場上哭, 她跟我說 是被告強姦了她 你跟Nam小姐拍拖了多久 你們的感情是怎樣? 我跟她拍拖了兩年, 感情很穩定 我已經認定了她是我結婚對象 案發當晚, Nam小姐說你找她的時候 被告剛剛走 你有沒有試圖找她對質? 當時我很想衝出去抓住她的壞人 但我女朋友制止了我, 她叫我不要報警 強姦這麼大件事, 為什麼不報警? 因為她是一個公眾人物 她不想讓全世界都知道 被人指指點點 事發之前, Nam小姐說跟你吵架 是因為什麼事? 因為她發現了我和我的前度發生了關係 所以就跟她吵架大架 Nam小姐跟你吵架後 就跟另一個男人喝酒還發生關係 到你發現之後, 她就說被人強姦 你有沒有想過其實Nam小姐是撒謊 甚至向你報仿? 反對辯方以沒有事實根據的方式推論 找到有效 快通過了, 這樣會進來嗎? Nam小姐從酒吧出來 你有沒有看到她, 當時的情況如何? 她認得我是被告姐姐 所以主動過來叫我把她送走 她說不想跟被告走 但是當時我約了一個客人 所以無法載她 然後被告出來 把Nam小姐抓到Nam小姐上的士走 Nam小姐當時是否清醒? 她有一點罪, 但說話清楚 那你覺得她願不願意跟被告走? 我覺得她有點不願意 被告拉走Nam小姐的時候 是否很大力或強行拖她? Nam小姐有沒有掙扎或向你求救? 那倒沒有, 被告也是輕輕地拉著她 半扶半拉 因為Nam小姐走來有點不穩 雖然有點抗拒, 但還沒至於掙扎 法官閣下, 我沒有其他問題 今天的審訊結束 好, 下星期一繼續開庭 Cut 和你打對台, 感覺真不錯 對手太弱, 贏了也沒意思 大家差不多等級, 就越打越精神 大家這麼說 你知道為甚麼我這麼喜歡做檢控嗎? 就是因為我最想看到 那些最有應得的人被送進監獄 有一次因為我一時疏忽 放走了一個罪犯 搞到受害者自殺 幸好最後能回應 所以我就跟自己說 以後都要把所有罪犯承之於佛 對不起, 差點忘了 你之前就是因為輸了單官司 所以搞到悲劇收場 我沒有信心, 當我沒說過